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 白头偕老的爱情究竟有多美好 当陪伴了几十年的爱人即将离去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陪伴他走过最后一程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部电影 献给爱妻的歌 让我们看看能够令数万人流泪的爱情故事 到底是什么模样的 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名叫阿瑟 他跟妻子玛丽已经结婚多年 两人携手度过了七年之养 经历了沧海桑田,一起来到了暮年 而玛丽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参加社区的合唱团 在这里他能够尽情地高深歌唱 仿佛整个人都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阿瑟虽然不理解妻子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唱歌 但是每到合唱团要结束的时候 他都会整理好自己的衣着 来到合唱团门口迎接妻子 伴随着人流全都离开 伊丽莎白才推着玛丽来到门口 只不过不出意外 阿瑟还是被骂了 因为在他看来合唱团的活动毫无意义 之所以会来这里全都是为了妻子 所以他并不尊重这个地方 就算张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识 他还是会点燃香烟 对此阿瑟总是视若无睹 回家的路上 一群孩子骑着车急驰而过 跟年迈的两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每次回到家 阿瑟总会第一时间将药拿给妻子 笑着聆听妻子的歌声 而妻子依旧像小女孩一样 在睡前跟阿瑟索要晚安稳 而阿瑟也会宠溺地亲他一下 虽然阿瑟很疼爱自己的妻子 但是他跟儿子的关系并不融洽 这天由于阿瑟要去参加老友会 所以希望儿子在晚上七点 将母亲送去养老中心 儿子想知道 为什么不能早点告诉自己 阿瑟以为这是儿子不耐烦的表现 让他如果实在没空的话 也不必非要去接 儿子知道父亲又误解了自己 或许是跟儿子的交流太少 阿瑟担心尴尬 连忙转身离开 当他回到家里 发现妻子他们正在谈论着比赛的事情 原来和唱团报名参加了市里的比赛 他们正在讨论着 参赛的队名要叫什么 当玛丽兴奋地将消息告诉阿瑟 她却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只想让妻子快点上床休息 话里话外 还在委婉地让大家赶快离开 伊丽莎白能够听出阿瑟的情绪 趁着将茶杯端到厨房的间隙 她劝阿瑟表现得积极一点 毕竟这是玛丽第一次参加比赛 所以应该给她一些鼓励 可是阿瑟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因为她害怕妻子会输掉比赛 不希望妻子抱有那么大的希望 而伊丽莎白却觉得 比赛的意义并不是输赢 或许你可以看看妻子唱歌时的表情 每当站在合唱团里 玛丽宛若青春绽放的花朵一般 也许就明白是对是错 到了傍晚的时候 儿子詹姆斯带着女儿来到了家里 跟古板的父亲不同 他总是显得那么随心所欲 等到了时间 阿瑟如约离开 而玛丽也来到了合唱团 明明每个人都已经十分年迈 他们却像乖乖上课的学生一样 当听到伊丽莎白给他们报名了比赛 其中一个老人还兴奋询问 是否会有奖品颁发给大家 可是伊丽莎白的想法很简单 大家能够积极参加比赛就已经很棒了 只不过这个比赛还分为初赛和决赛 所以大家要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虽然伊丽莎白一句话都没说 但是这些老人的心里面早已期待万分 跟阿瑟那边无趣的老友会不同 合唱团的老人们都表现出了十二分的激情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认真两个字 只有玛丽的脸上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紧接着就突然晕倒了过去 伊丽莎白出现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而阿瑟只是转身看了一眼 便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平静地来到医院 詹姆斯已经守候在了病房外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妻子 阿瑟的表情看似平静 但是他已经紧紧握住了妻子的手 心里面就算再不舍再害怕 现在也只能强撑着自己的情绪 就算是詹姆斯问起自己 他也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在妻子住院的这段时间里 为了掩饰自己心里的不安 阿瑟将一个热水袋放在了妻子的位置上 假装妻子还在自己的身边 她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平静 等到第二天来到医院后 阿瑟忐忑地带着玛丽来到医生办公室 迫切地想要知道妻子的病情 玛丽的病情很不容乐观 时间也所剩无几 医生建议她在最后的时光里 做自己想做的事 听到这些话 玛丽的脸上露出了不舍 她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爱人 她深深地吻向丈夫 阿瑟带着她回到家 收到孙女亲手写的祝福赫卡 詹姆斯本想安慰一下父亲 可是阿瑟的话语冰冷且直接 将妻子时间不多的事情告诉了詹姆斯 她回到客厅深深地拥抱了母亲 玛丽脸上没有露出一丝难过 她不想将这种悲伤带给自己的家人 只不过在临走之前 她最担心还是丈夫 这是她第一次拜托儿子 希望她能够好好照顾阿瑟 时光总是匆匆流逝 阿瑟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将妻子拥入怀中 玛丽这才说出自己的恐惧 并希望丈夫和儿子好好沟通一下 或许是因为妻子的缘故 倔强古板的阿瑟第一次答应 阿瑟被窗外的动静吵醒 没想到合唱团的所有人都来到家门口 他们知道玛丽时间所剩不多 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来陪伴和鼓励玛丽 这一幕让玛丽热泪盈眶 可阿瑟的脸上却很难看 她觉得这样做只会让妻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平时冷静的阿瑟第一次发起了火 推开窗户就怒骂这些人 全都是精力充沛的蠢货 并且也不希望他们继续来打扰妻子 可是玛丽却执意要去合唱团 就跟医生先前所说的一样 现在玛丽应该去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 合唱团就是她现在最大的梦想 但阿瑟却执意不让妻子出去 毕竟妻子现在的状态 已经很难再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这是夫妻两人第一次爆发争吵 而争吵的理由却是因为爱 玛丽第一次大发雷霆 甚至要求阿瑟从她眼前消失 虽然阿瑟觉得自己没错 为了不让玛丽的情绪在一起波澜 护工希望她能先离开房间 难道我不是为了她好吗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 一时间阿瑟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 冷静过后的阿瑟回到家 玛丽提出自己的要求 那就是让阿瑟去跟合唱团的大家道歉 并且亲自把她送去合唱团 否则自己绝对不会和她说一句话 阿瑟本不以为然 但玛丽已经下定了决心 一天下来不论是阿瑟说什么 玛丽都没有一点反应 甚至没有像平时一样 用阿瑟入眠 这一天的冷暴力 果然让阿瑟妥协了 第二天阿瑟亲自推着玛丽 来到合唱团 并且在妻子的要求下 硬着头皮跟所有人道歉 虽然这句话里没有丝毫的歉意 但是大家知道 对于这个嘴硬的老人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 伊丽莎白本想让阿瑟在屋里等候 可是阿瑟还是觉得适应不了这个气氛 玛丽得到了一个个人独唱的机会 可是事已愿违 玛丽的病情突然恶化 她担心自己无法在上台演出 为了提妻子圆梦 阿瑟强撑着自己的不适应 偷偷来到了合唱团 只不过她没有进入屋里 而是躲在门外 偷偷听着里面的声音 在外面踢球的两个小男孩 看见这么一个鬼鬼祟祟的老人家 眼神中也是充满疑惑 虽然这种感觉让阿瑟觉得浑身不适 但是等到了练习结束以后 她还是找到了伊丽莎白 希望她将今天练习的资料交给自己 只不过当她听到 他们即将演奏的歌曲时 这个古板的老人 还是觉得难以适从 这种开放的曲风 让她难以接受 只不过这是妻子的梦想 她就算再不喜欢 也只能支持 一直到了第二天 阿瑟代替妻子来到了合唱团 她本想问问 能不能让别人唱她的部分 可是伊丽莎白的一句话 却让她如梦初醒 或许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让妻子做喜欢的事情 才是最好的 于是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尴尬 搀扶着妻子唱歌 看着身边跟自己年纪相仿的人 都在尽情摇摆 阿瑟的心里面 第一次有了一些触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开始努力帮助妻子实现梦想 唱歌的魅力是巨大的 甚至能够拉近她跟家人的关系 当妻子陪伴儿子和孙女 做蛋糕的时候 她也会参与几人的玩笑 做出摇摆的动作 可是在大家看不见的时候 阿瑟的脸上又会恢复凝重 很快就到了出赛的这天 阿瑟希望儿子和孙女也一起到场 但在临近比赛的这一天 儿子的电话突然打不通 她一气之下来到店里 不由分说地训斥詹姆斯 但是詹姆斯手头也有事情要忙 两人再次展开了争吵 这一幕被躲在一旁的孙女 看在眼里 阿瑟不希望在孙女面前争吵 但是詹姆斯似乎没有看见父亲脸上的落寞 对着他大喊大叫 觉得父亲所希望的一切 就是为了能够教训一事无成的自己 望着阿瑟那落寞离开的背影 詹姆斯的心里面突然有些愧疚 满怀着心事的阿瑟回到比赛现场 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 平尾的脸上充满了震惊 这充满激情和青春的歌曲以及曲风 和这些年迈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个人都在努力摇摆 即使腿脚不变 但是这一刻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跟着音乐跳舞 当现代话的说唱 从这些老人的口中唱出的时候 阿瑟那张冰冷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在动感的节拍下 所有人都在尽情舞动 音乐结束的那一天 现场掌声雷动 很快就到了玛丽独作的环间 跟前面的欢快和激情不同 玛丽的曲风优雅而深情 她的眼神落在阿瑟的脸上 阿瑟明白 妻子这是在用这首歌和自己告别 那歌曲中的色彩和爱 不正是两人一起度过的岁月吗 听着优美的歌声 眼泪逐渐湿润了她的眼眶 大家都为玛丽的独唱 而感到高兴 只有阿瑟在歌曲结束时 独自离开 她来到角落里 显得心事重重 一想到自己深爱的妻子即将离开 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悲伤 众人推着玛丽来到了阿瑟的面前 她伸出了自己的手 希望爱人带着自己回家 她想依靠在丈夫的肩上 一如多年前迎娶自己是那般浪漫和快乐 阿瑟推着她向家的方向走去 玛丽紧紧握住阿瑟的手 不断诉说着对她的爱 每一句话语中都带着爱意 阿瑟也终于放下了自己的防备 她跟妻子相伴数十年 舍不得爱人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但是离别的日子近在眼前 从比赛结束以后 玛丽身体越来越差 就算是这个时候 她还是努力得到丈夫开心 或许是看穿了阿瑟的悲伤 年幼的孙女来到她的面前 想要知道爷爷是否还恨父亲 或许在孙女的面前 她能够放下自己那倔强的一面 表示自己并不痛恨詹姆斯 可是一看见儿子的那张脸 阿瑟的表情又恢复了冷漠 父子之间的鸿沟仿佛无比巨大 却又好像十分渺小 到了晚上 阿瑟望着虚弱的妻子 脸上说不清的惆怅 外面的灯光忽闪忽暗 仿佛暗示着妻子的生命悄然流逝 阿瑟给儿子打去电话 母亲去世的消息 宛若一道晴天霹雳 降临在这个本就即将破碎的家 詹姆斯敲响了房门 本想安慰一下伤心的父亲 可无论他如何呼唤父亲 回应他的只有寂静和沉默 无声的悲痛弥漫在空荡的房间里 而门口只有詹姆斯那无助的身影 等到了葬礼的那一天 合唱团的所有人都来送别玛丽 大家围坐在大厅里 用那生前最爱的音乐 来送别这个可爱的女人 声音细小 却润着大家的心 而阿瑟却不愿意参加这个仪式 坐在角落里 一言不发 很显然妻子的离开 已经抽离了他的灵魂 等到葬礼结束以后 詹姆斯本想留下来 替父亲收拾一下 可倔强的阿瑟却执意要儿子离开 或许两不相见 才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他照常来到妻子的墓碑前 发现詹姆斯在那里击败母亲 他没有上前 而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不知不觉竟然走回到了练习室 一位老人唱起了自己所写的歌曲 歌词通俗易懂 在怀念着离开的玛丽 站在外面的阿瑟听完以后 若有所思 他就这样等到了晚上 并找到了伊丽莎白 在伊丽莎白将她送回到家门口以后 他一句话没说 反而突然唱起了歌 这是阿瑟最喜欢的一首歌 原来他一直都会唱歌 妻子也全都知道 可他却不愿意通过歌声 传递自己的情感 到了半夜 本来已经入眠的阿瑟 突然被敲门声吵醒 没想到伊丽莎白 站在大雨中嚎啕大哭 原来伊丽莎白被男友抛弃 没有同龄朋友的他 只得向这个不熟悉的老人倾诉 或许是因为有感而发 阿瑟将自己和玛丽的故事 告诉了他 这是他第一次像一个长辈一样 对一个年轻人提出自己的意见 或许这种话他就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说过 等到了第二天 阿瑟单独找到伊丽莎白 他想学着妻子生前的样子放声歌唱 虽然心里面紧张 但是在伊丽莎白的不断鼓励下 他唱出了自己最擅长的情歌 歌声充满了对妻子的怀念 短短几句歌词就让伊丽莎白明白 这个老人拥有一副让人羡慕的歌喉 一老一少来到公园 看着即将落下的夕阳 阿瑟又情不自禁唱起了歌 伊丽莎白让阿瑟试着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或许音乐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这也是玛丽生前热爱音乐的原因 她不断唱歌 就是希望让丈夫也加入自己 或许是想知道妻子为什么如此热爱歌唱 阿瑟竟出乎意料地来到了这里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这让阿瑟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但是很显然 这让阿瑟感觉到了新的希望 从合唱团离开后 他来到了孙女上学的学校 破天荒问起了詹姆斯的事情 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 学校的老师看见阿瑟后 就算知道他是孩子的爷爷 依旧坚决地赶走了他 虽然这次的见面很糟糕 但这并不影响一个老人想改变的心 阿瑟收到了伊丽莎白寄给自己的随身听 他本想还给他 而伊丽莎白却让他试着 将歌曲放声唱出来 虽然自己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 但是他还是跟妻子生前一样 戴上了耳机 聆听着那优美的音乐 随后他按照约定来到教室 面对他的邀请 如今的阿瑟已经可以欣然接受 只不过当提起儿子的时候 阿瑟总是不由自主地 抗拒和儿子的亲近 他知道这是自己的错 对于他来说 詹姆斯是个好孩子 只不过是自己的原因 才导致跟儿子变得陌生 不过这种小插曲 并没有影响阿瑟的心情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像妻子生前一样 加入了合唱团 并且经常在无人的教室里 放声歌唱 与此同时 他跟孙女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两人会一起回家 还会一起来到 玛丽的墓碑前探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决赛的日子也即将来临 伊丽莎白在陪阿瑟练习的同时 也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那就是让阿瑟在决赛上 独自演唱 这对于古板内向的老人来说 简直难于登天 但是伊丽莎白觉得 阿瑟的歌声十分动听 或许詹姆斯听到了 会明白你对他的爱 于是他主动找到儿子 希望和他聊聊 这是他第一次向詹姆斯说想他 这句话也让詹姆斯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父亲 不管自己做了多少事情 父亲的态度总是那么冰冷 而阿瑟终于说出那一句 自己永远为他而骄傲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当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阿瑟本来挺直的腰板 一瞬间似乎弯了几分 阿瑟突然觉得自己的尝试 根本毫无意义 他精神恍惚地来到合唱团 此刻他又变成了曾经的自己 失败和懦弱充斥着他的内心 如果尝试新的生活 无法改变自己犯下的错 那么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看阿瑟转身离开 伊丽莎白赶紧追了上去 但是阿瑟口中依旧是喋喋不休 觉得如今自己的悲惨生活 全都是自己造成的 他想要离开这里 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 就在他收拾东西的时候 突然找到和妻子 刚刚结婚时的照片 以及妻子写给自己的情书 看着熟悉的画面以及妻子的自己 此刻仿佛他就在自己身边 让阿瑟的心瞬间又冷静了下来 到了出发决赛的那天 伊丽莎白在大巴外等候了半天 依旧没有等到阿瑟的身影 大家来到梦寐以求的决赛现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其他的团队显得格外的专业 拥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唱歌技术 等到了这些老人上台时 台下的评委脸上露出差异的表情 与此同时 詹姆斯看到桌上的一叠信件 信件下放着的是 阿瑟和母亲拍摄的照片 不论是否天各一方 阿瑟想让他知道 家人永远都是最爱他的存在 母亲会在天上看着他 就像儿时抱他在怀中那般充满着爱意 而在照片的上面 赫然就是阿瑟合唱团比赛的门票 望着父亲寄来的信件 詹姆斯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灰心的笑容 大家刚刚结束第一轮的比赛 回到休息室的时候 发现阿瑟已经来到了这里 他很诚恳地向所有人道歉 不出意外 阿瑟得到了所有人的原谅 可是事不随人愿 合唱团没有获得决赛资格 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消失了 伊丽莎白更是流下了不甘的眼泪 阿瑟带着大家重返比赛现场 望着人山人海的观众 他突然愣在原地 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 紧接着其他人也纷纷来到舞台 虽然举办方不知所措 但是碍于这些人已经全部上台 只能硬着头皮让他们演奏 虽然是即兴上台表演 但是这些老人们都表现出了最好的状态 他们的曲风充满着青春和活力 让所有观众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在大家的合唱结束以后 阿瑟缓缓来到最前面 可是半天却唱不出一句话 就在这时 孙女的鼓励声突然传来 随着声音望去 詹姆斯和孙女已经坐在了台下 家人的力量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带着对妻子和家人的爱 阿瑟的声音回荡在整个会场 当一首歌曲结束 全场都爆发出了 宛如雷鸣般的掌声 是阿瑟的努力 让大家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虽然妻子先她一步离开了人世 可是爱人的灵魂 却一直陪伴在阿瑟的身边 是爱人给了她力量 让阿瑟有勇气 打破自己的束缚 跟过去的自己告别 成为了全新的自己 与家人达成了和解 或许这就是一份合格的爱 就算我先你一步离开 也依旧在将你带向更好的未来 阿瑟跟玛丽的爱 虽然平淡 但这份爱却又感人肺腑 从年轻时的怦然心动 再到年迈分别时的撕心裂肺 虽然爱人离开了阿瑟的身边 却一直在用残留的爱 改变这个古板的老人 是妻子 让她勇于尝试新的生活 认识自己的错误 跟儿子和解 明白家庭永远是 驱散孤独的人生港湾 我想这份相濡以沫的爱情 是这个快餐时代 最难得可贵的 也是大部分人都羡慕的 有时解说的文字过于苍白 我想这部电影 值得你去观看原片 细细品味